嗨 大家好 那個馬上 今年馬上要過了 那個我前面有 談了很多那個預測 今天談談其實 跟我們大家息息相關的 俄屋戰爭 雖然這兩天的新聞好像慢慢慢慢 比較淡漠一點 很多人關心的比較少一點 因為覺得每天這個 轟來砸去的沒什麼特別大的 事情 其實這個戰爭呢 到目前為止其實一開始 我就預估到 西方是有地方式的 讓他 進入這場戰爭 如果說是 要勸架兩個人打架 如果你站在旁邊 就說你們不要打 你們不要打 你已經發現其實兩個人是會打起來 那真的算加了 你就站在這兩個人當中 不讓他們動手 這是真傳勸架 這叫真的勸架 那麼 其實當時很好的機會就是 當俄羅斯在 白俄羅斯 騰兵演習的時候 那北歐 也進入 烏克蘭 在他們的旁邊 也開始軍事演習 這就是站在兩個人當中 勸架 那是打不起來 不過呢 這場戰爭 西方準備了很久 那就是 重要的一點 就是2014年的時候 西方的技術 西方的技術還不足以 遏制俄羅斯的核戰爭 各種條件不成熟 所以呢 就喊喊口號啊 搞點什麼制裁啊 那個 也不能什麼都不動嘛 對吧 那總要做了一點表現 他就表現了一下 但是呢 那時候開始積極準備 積極的準備 各方面的去準備 然後呢 其實這個 就是 等著戰爭開打 而且我相信 俄羅斯呢 得到了錯誤的情報 實際上 這些都是他們在 背後做的手腳 就是讓他們獲得 俄羅斯方面獲得的情報是 哎呀 他們衝進去 對方會加到歡迎 那個政府就垮台了 逃跑了 那個跑到西方去了 然後 這事情很好解決 那事實上呢 這一步一步的長眼的計劃 都給你規劃好了 然後呢 包括武器的援助 就像指牙膏一樣的 從簡單的防禦性武器 慢慢進入一點點的攻擊性武器 但是是少量的 短程的 慢慢進入中程的 等等一步一步 這就是讓兩個 在內臺線上去打架的 拳擊比賽 正規的呢 是12個回合 一般的人的體力呢 到了12個回合 也是到了極限的 如果讓你打24個回合 甚至36個回合 這樣的話呢 就是打完這些拳擊賽以後呢 你真的不需要再去給他什麼重拳一擊 你就點一點他都倒地了 他都爬不起來 那我們現在已經看見 實際上一開始我就預估到 這場戰爭一旦爆發 俄羅斯注定要被拉垮 然後呢 他們的結局呢 那就是會被分裂 他會撤動不同的國家當中的加盟共和國 去分裂 製造矛盾 當俄羅斯這個自身都難保的時候 他沒辦法再去控制他的加盟共和國 那就會分裂 那這個為什麼說對大家的影響都很大呢 因為這整個的西方 這個西方包括北約 當然以美國為主 表面上是國家實際上是同一個勢力 他們會對那個真正的這個對手 會一個一個倒下 俄羅斯基本上已經能為 能流為二流的 他們的高明之處 西方的高明之處是一定做住民意 他一直得到民意的支持 這才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有些國家搞什麼獨裁 搞這個 搞得民意都 就是很多老百姓不喜歡嘛 可是西方他做的 做的方式 他們的水準 遠遠遠遠遠高出這個 就是甚至西方本國的老百姓 也是大量的支持 雖然有部分人反對 到今天為止 其實也很少在西方有反戰 那個因為好像表面 他們都是得利者 實際上 從長遠觀點來說 當一個世界 只有一級強大 那其他的東西 他會 他的 他的那個爪子 會慢慢伸出來 這個是 如果你們都不知道的話 不感覺的話 我是非常有感受的 這個一步一步 在收 這個收呢 是什麼地方收呢 其實當今世界上 大家要明白 最大的就是 當你有實力了 你的實力是從 經濟上開始 一旦當你的經濟實力 強大的時候 你就會有更多的政治報復 那麼 對美國來說 他是一個拿來去 就是 控制這個全球的 所謂的 世界警察 這個警察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看看中東戰爭 看看世界各國的戰爭 然後戰爭一定是好事嗎 我 我就是給大家一個很大的問號 因為我不想說的太明顯 因為 我突然發現 YouTube 已經把我非常小心翼翼的 那個節目 也有給 就是進播的 我為什麼很小心呢 因為我想 我做這些基本的 一些宣傳 讓大家有更多的獨立思考 讓大家有更多的 那個看清更多一面 就是至少有多一面的聲音 對不對 媒體是一方面 政府是一方面 老百姓是一方面 我也是作為一個老百姓 我提供不同的觀點 我不是要你去接受 我希望你有更多的思考 那麼 這個戰爭 我們這個 今天的節目的那個主題是 那個俄烏戰爭的 預期 未來 接下來的一年 那事實上我們 就是很清楚的知道 這俄羅斯要垮掉了 那個 他最後自顧不暇 不要說戰爭了 那個阿富汗戰爭的時候 就拖垮了 原來的蘇聯 真的是拖垮 拖到他經濟各方面 那個 這是撐不住的嘛 老百姓也反對 他自己老百姓反對 所以最後是撐不住了 那麼有 有很多情況下 就是台灣的預估 西方的預估 它是非常長期的 非常細水慢流的 而且是得到民意支持的 這才是重點 所以俄羅斯戰爭的結局 我們早就 早就從一開打就看見了 從沒開打 他們沒有真正的勸架 我們就看到了 其實他是已經不怕你 動用核武器的 所以大家老百姓不需要擔心這方面 他是沒有能力的 然後每個統治階級 獨裁 他都怕死 非常怕死 一旦你有錢 肯定 就是一個要有錢 有權 然後呢 你就要想活得久 活得更好 所以這些東西是關聯的 所以他是會怕死 然後從技術層面來說 這個西方已經完全控制了 從各種 包括導航 包括 各種 各種那個衛星的監控 憲法智能 導航等等 各種原因 包括 甚至於 甚至於就是 他在俄羅斯的內部 也有很多很多的埋伏 已經 要不然 普京怎麼會得到 這麼傻的情報 而且他艱辛不已呢 因為 統治者 往往就是覺得自己了不起 因為他身邊的人 都不跟他說反話 不告訴他事實 就順著他 路順毛嘛 中國古代 之前人都是這樣的嘛 所謂的奸程 那奸程對這個皇帝很舒服 他才順著他的毛的路 多爽 所以既然我們 看到了這個 我是想大家都 都睜開眼 都看更多的問題 從各個角度去分析 去分析人性 分析他的本質 內在 還不是聽他說什麼 他說的東西 可能跟做自己想的東西 並不是相同的事情 哈哈哈 好 我們隨便聊 OK 希望 希望給你一個 更多的思考 更多的觀點 希望你點贊咯 也希望 那個 大家來交流 分享 OK 好 謝謝謝謝 掰掰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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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